說到這個照片的手段是一直在煩新 所以發電報今天基盤 AI 搭造技術的發表會 說如果是要搭去照片 就要對館頭來做動 目前已經有開發出一套照片 關鍵理的這個關水對中技術 三個月來就會開始 搭造通部的關風網站 網路流團的照片和記消息 這就網路就差了 航園發顯怪怪 連絡京鳳組織照片 結果才發現受害者 又是讓照片集團用儘管的行李來誘騙 你有跟你妹夫聯絡過嗎 你有打電話給他嗎 照片工具美國為增加車位 6萬幣的速度在增加 只有五個月份 都總有車位10萬片的照片工具 出現在社群北台 所法部委託主委憲法 用照片關鍵機 來提出信息所管這些技術 適用照片的信息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識別 查核 然後末端的清掃 跟事後的溯源 這些階段 我們都可以從這些環節裡面 我們去顧及到事前的預防 以及事中事件的控制 以及事後的責任追究 它過AI技術 提供照片工具的設備律 作案以觀察 有九十七的照片工具 看不到兩天 或者每個月順監量 得到五十萬筆 如果關注到 更正經通報下記 尽量讓工具看不到一天 修改進所也要降記 修學部三個月來 會開設打炸通報索訊 即將變成來索訊 它每天會用這個AI的程式 到網路上去掃描 然後現在每天 它們事實上查出來的可疑的 那個詐騙訊息的數量 每天是五千到五萬筆 都會直接就是匯入 我們這個打炸通報查詢網裡面 頭部機器核實家 組織固件的處理技術 影響更有效率的方采降估 目前為人民的消費結果 準確度九大九十三% 希望能會完頭 就做這些詐騙發揮 免將白酒也要提供金 不必讓各小的威述來起陷 最後連本錢都起了了 記者總合佈德